老师的老师在家啦 师大工业教育系的莫怀佑老师 要来解开保温杯和磁铁的谜团了 老师啊 这个保温杯的保温原理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热的传递呢 有三大路径 老师所说的三大路径 第一是保温杯的夹层涂黑 防止热辐射到屏外去 或是屏外的热辐射至屏内来 第二是保温杯中间 这层抽真空 防止了热对流热传导 第三则是保温杯和外界 唯一接触的瓶口很小 减少热的流失 要保温就要把这三大便硬 控制住咯 最爽 但是回到那个磁性 磁性是跟材质有关系 那它的材质是什么 一般我们都比较会用 不锈钢 不锈钢很常见啊 对啊 那为什么有的吸得住 有的吸不住咧 这个磁铁 不锈钢的话呢 一般是通称 一般我们只要加入 12%的磁来抗氧化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不锈钢 铁加入12%的磁 就会变不锈钢 对 那加入12%的磁的时候呢 这时候它还是具有磁性 磁铁可以吸得住 对 可是呢 我们另外好一点 为了要抗酸碱 我们可能会再加入了18%的磁 所以磁就吸不住了 对 加入磁之后 它就吸不住了 是喔 所以那后面这些吸不住的 就表示它是有加磁 吸得住的就没有加磁 对 那这个保温杯里面都是用不锈钢 不锈钢对保温有什么帮助吗 基本上 不锈钢它的热传导系数都比较低 所以呢热不容易传出来呢 它的保温效果就会比较好